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4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7月15号星期六 今天关于秦刚傅小田的消息还是满天飞 猛料不断出现 傅小田不断在社交媒体晒出他和秦刚的关系 的确是在逼宫 这个在傅小田的微博当中已经找到证明了 而且根据傅小田的超长和反长的履历 可以证明他是被中共特意栽培的 据说他是陈文青手上的一张王牌间谍 今天的消息很多 所以节目的时间会长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 我们先说两个关于秦刚比较新的一些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说 中共外交部官网主要官员一栏中已经不见了秦刚 认为呢 虽然中共官方还没有公布秦刚被审查的这个消息 但是悄悄撤下秦刚也等于是变相官宣了 我查阅了一下中共外交部的官网 的确在外交部的主要官员这一栏中看不到秦刚的消息 其中只有八名外交部官员的信息 包括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 正部级副外长马朝旭等等 不过在外交部长这一栏里边 秦刚的资料还在 包括他的简历以及之前会见外宾的照片和资料等等 之前没有注意过这一点 不知道中共外交部以前的这个网站是不是这样 按照常理来分析呢 主要官员当中其实是包括外交部长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秦刚的资料放在这个栏目里面 而是单独放在了外交部长这一栏 尽管觉得有点怪 但至少目前秦刚还在外交部的官网上 那么也就是说至少目前秦刚的事呢 还没有最终定论 这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性存在 一个可能就是秦刚还在被调查当中 究竟该如何处理 目前习近平对他是有点举席不定 秦刚成为中共的外长 习近平是打破了常规提拔的 那如果现在处理秦刚的话 一定会有人怀疑习近平的用人有问题 可是如果不处理的话 那么习近平可能又会被人指责包庇 会指责这样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现在可能正是左右为难呢 另一个可能就是对秦刚的调查已经结束了 但是中共可能认为秦刚的问题不大 所以进行冷处理将他单独放在一个外交部长这一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秦刚可能就存在着官复原职的可能 不过即使官复原职 时间可能也不会太长 秦刚可能就会被调职 另外还有一个新消息 就是说有人发推表示秦刚已经回外交部上班了 消息表示秦刚的确被中纪委谈话了 但可能问题不大 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来源也没有渠道进行证实 所以也只能是继续观察 等等看中共官方会不会让秦刚近期露面辟谣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来自知名推特博主老灯 他今天引述消息爆料说 秦刚养女人有私生子的情况 是新任驻美大使谢峰给捅出去的 据老灯得到的消息 谢峰上任驻美大使之后得知了秦刚与傅小田的情况 尤其是傅小田在推特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帖子 让谢峰确信秦刚有问题 有这样一个消息 今天有网友晒出一份截图 这就可以解开人们心中的一个巨大遗团 今年3月15号的时候 还是身在美国的傅小田跟网友在互动中留言表示 因为养孩子和跟孩子爸爸的沟通不畅 这个帖子就可以证明 傅小田频繁在微博推特等社交平台发帖 暗示与秦刚的关系明显就是在逼宫了 说白了就是他想要秦刚给他和孩子一个名分 老灯表示 谢峰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 就把秦刚的问题先告知了交情甚好的副外长马朝旭 两个人商量之后认为 如果秦刚出事被拿下 那么空下来的中共外长职位 将顺理成章的由马朝旭来接替 最后谢峰将秦刚另外私藏家世的情况 交给了中共的纪检部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说明秦刚还是真的病在了女人身上 老灯没有说明他的这个消息来源 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 因为中共官场内斗的情况的确很严重 为了得到某种权势利益 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倾压告密等等 的确是屡见不鲜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观点 如果秦刚仅仅是因为女人和私生子的问题的话 根本就不算个事 尽管是可能被告密 被中纪委问话和约谈 那也不代表着秦刚就一定有事 当然 薄熙来如果不是要发动政变想整死习近平的话 他老婆博古开来毒杀英国上任海武的这件事 一样会被掩盖着 强奸犯张高丽被事主彭帅给公开的曝光 不是照样没事吗 何况秦部长和傅小田是真爱 即使再真爱几个傅小田 也影响不到秦部长 今天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发了一个帖子 据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说 秦刚的问题是帮助火箭军隐瞒放气球侦测美国的情况 习近平对这件事说是相当不满 赵岩推文表示 火箭军把美国作为假想敌来搞 以为这样会在主的面前赢得信任 但是没想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挑明了所有问题 火箭军位置图清清楚楚 连放气球行动报告人家都有 火箭军此时是违背圣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牵连到了秦刚也不足为怪 赵岩也没有说明他这个消息从何而来 但是关于火箭军泄灭的情况 我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所提及 美国空军大学辐射的中国航天游游所有一份报告 对中共火箭军的人事组织指挥部署 以及后勤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都有非常详细详尽的呈现 美国方面公布的这个中共火箭军的资料 这个时间点正是秦刚任驻美大使这个阶段 而近期火箭军高层是接二连三的出事 很可能与火箭军被泄密有关 所以这也的确不能排除秦刚可能是受到了这件事的牵连 间谍气球这件事是在今年的1月底2月初 这个时间也是秦刚驻任美国大使 所以呢也或许因为这件事 中共火箭军放飞间谍气球 秦刚知情但是对习近平有了一些隐瞒 另外还有一个大陆网友转给我的消息 网络上也是在疯传 这个帖子的内容那就更加惊人了 但是同样没有办法证实 我这里提供给大家同样是作为一份参考 因为在事情不明朗之际 一切传闻都值得我们注意 帖子中表示秦刚入狱20天 原因是他在就任驻美大使期间 已经被美国人秘密收买了 据说最初发现秦刚叛变的情报 是来自俄罗斯在美国的深层克格勃 证据很硬 帖子中还描述说这条情报就是真获那年 土耳其政变杀爱尔多安的同一身前 克格勃获得的 此人的情报一向高致且可靠 得到情报的普京立刻就派人把消息 直接送到了北京 首先我们不确定秦刚叛变这个消息 更不知道他叛变的原因 虽然中共官员叛变的情况也不少见 像之前王立军叛逃成都美领馆 那就是一个典型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很难相信秦刚叛变之说 我们还是得从傅小田的身上来找问题 虽然他是公众人物 但是这个人显得是极其神秘 对于傅小田的信息 网络上并不少 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 他在凤凰卫视的情况 尤其是他主持风云对话 如何的风光等等这些内容 而关于他个人早年的情况 以及他的家庭背景等等 网络上几乎什么都查不到 仅从他早前接收大陆媒体的采访当中 我们得知他的曾祖父母是老红军 他的爷爷奶奶都是早年当兵的 后来随部队南下落户在重庆 那接下来的一连串的谜就出现了 我们一一的跟大家说 他考入了北京语言学院 但是呢 同时在北京大学考取了经济学士学位 同时拿到了双学位 公开资料显示啊 1962年在周恩来推动下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 1996年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这一所大学呢 是中共教育部的直属大学 但是并不出名 顶多也就算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三流大学 知名的校友也不多 公开资料当中呢 只可以查到六个 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 也就是现任的中共外交部 李斌司司长洪磊 傅小田只考入一个三流大学 说明他的成绩一般 但他却能在北大拿到经济学学位 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是同时拿到双学位 这在中国大陆正常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有足够硬的背景关系 或者是受到重点栽培 否则即使花钱也很难做得到 资料中介绍呢 北宇大学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所 以对外汉语为主要特点的高等院校 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他来判断 这所大学就是中共 专门培养间谍特务的地方之一 傅小田进入这所大学 而且他又是根红苗正 平时在学校又很活跃 这种人恰好就是中共所需要的 如果是被当重点培养 那么他同时在北大拿到经济学学士学位 并且随后进入英国的建桥大学 丘吉尔学院留学 这些也就都不足为奇了 2006年进入了英国顶级建桥大学 丘吉尔学院 最初第一个学年 他学的是鲜有人问津的教育专业 但是第二年 也就是2007年 傅小田改了专业 并且仅仅用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非常短的时间 2007年当年就拿到了哲学硕士 在国外大学换专业 这个倒并不难 但是在一年内想拿到哲学硕士学位 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国外大学是学分制 12门功课36个学分 什么时候积满36个学分 什么时候就能拿到学位 一个人在一年内学完12门课程 拿到36个学分 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做得到 12门功课要学完的话 然后还得写12篇论文 你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几乎不太可能 以傅小田考大学的这个情况 他可以一年内学完12门功课吗 非常值得怀疑 不过呢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种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甚至几乎就可以完成 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被中共保送进入丘吉尔学院去镀金 我们知道国外的一流大学啊 都有一个特殊的学院 比如哈佛大学的Fletcher 这个学院他课施安排就是一年 读过一年之后就可以拿到学位 但是呢 在这里毕业的学生 他的水平跟真正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两者没有可比性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哈佛大学毕业生 这种学院招收的学生啊 都是有政界关系的 也就是说是官方公派出来包装镀金的 比如现任的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他就是Fletcher学院的毕业生 还有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也是在工作之后到这个Fletcher进修了 换句话说 中共给花钱就可以到他里 用一年的时间去镀金 傅小田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没有查到丘吉尔学院 是不是Fletcher一样的学院 这种资料其实是极少公开的 即使Fletcher学院也是没有公开 只是有在那里上过学的人 透露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相信傅小田不是超人 这反常的背后一定有妖孽 根据傅小田对大陆媒体的讲述 在拿到硕士学位半年之后 傅小田就回国了 他回国之后做什么 外界无从得知 但他自己介绍2008年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时间 凤凰卫视在伦敦招募实习记者 于是他就恢复伦敦成了实习记者 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 是在2008年的9月15号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 傅小田又恢复伦敦成了凤凰卫视的实习记者 而据他自己讲 去伦敦之前他是正准备入职银行 大家知道银行系统在中国大陆 一直都是很热门的行业 薪水和福利待遇都相对较高 没有一定的关系是进不去的 而且关系还得硬才能进得去 出国前呢 我的女儿读大学 我也准备呢 安排女儿毕业之后入职某银行 因为我家里面有这样的关系 但是后来又考虑到国内大学的那个环境 更主要是考虑到 因为修炼法轮功可能会遭受迫害 所以呢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出国了 我们出国是有原因的 而傅小田放弃入职银行的这个机会 去到伦敦当实习记者 实习记者可并不代表 就一定能成为正式记者 其中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 那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他出国是不是被党安排出去 到伦敦入职凤凰卫视的呢 仅仅过了大约一年 就是2009年 傅小田就正式的加入了凤凰卫视 并且成了驻英国伦敦记者站的 首席记者兼任站长 我一直说凤凰卫视的这个背景 素有第二央视之称 傅小田只经过一年的实习 就成了驻英国伦敦记者站的站长和首席记者 如果说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 我可以相信 但是非常勉强 2011年 利比亚爆发骚乱 这个时候傅小田呢 是正式进入凤凰卫视 才第三年的时间 还是一个资历浅白的职员 但是只有20多岁的傅小田 这个时候主动的 向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 请英要去利比亚实地采访 而且刘长乐啊 丝毫没有犹豫就拍板同意了 并且还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我昨天就指出 去这种地方采访 纯粹也是一个镀金行为 刘长乐为什么会同意 只入职三年资历浅白的傅小田去这呢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考量呢 或者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在驱动呢 更有意思的是 第二次从利比亚采访结束 傅小田的工作得到了台里极大的肯定 得以直接进入香港总部做观察员 参与政治国际会议的采访 凤凰卫视报道中表示 2012年他进入总部任高级记者 2014年开始担任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 傅小田突然主持 风云对话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因为人们认识并接受风云对话这个节目 是跟前主持人阮次山分不开的 2001年应刘长乐的邀请 阮次山加入了凤凰卫视 作为凤凰卫视的首席时事评论员 阮次山是以国际政经时事评论最为人知 在大陆和海外都有大批的观众 有观众总结阮次山的独特风格是 犀利不失温和 儒雅而又老辣 刘长乐也曾称赞阮次山 说他是卓越新闻才华 大放异彩 为凤凰卫视提升国际影响力 建立书勋 毫不夸张的说 当时的阮次山是成就了风云对话这个栏目 换句话说当时提到阮次山就会想到风云对话 说到风云对话自然就会想起阮次山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傅小田突然成了风云对话的主持人 替下了大咖阮次山 事先没有任何的征兆 不仅外界看不懂 连凤凰卫视的内部都不明原因 因为阮次山并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出过什么错误 为什么会突然被替换呢 我们知道一档好的节目出现 它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根据节目选主持人 另一种是根据主持人打到节目 根据主持人打到节目 是因为主持人已经有了名气 带有自己的主持风格特点 然后根据主持人的风格特点 打造一档栏目 这样的节目名称 通常都是以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 人们看这个节目 主要就是因为主持人 也就是主持人效应 根据节目选主持人 是因为节目已经做出了名气品牌了 然后换一个主持人 这样的节目 其实换另外一个人来主持 在短时间内不会使节目受到影响 也会保持一种火热的情况 因为人们关注这个节目的内容和形式 并不是关注主持人 换句话说 主持人对已经形成固定风格的节目 影响并不大 傅小田接手这个风云对话 明显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这个节目已经被转自身打造出了品牌风格 所以傅小田接手只是站在了软刺山的肩膀上 在继续前行 很容易做起来 那这就更让人怀疑了 傅小田是被可以栽培重点的人 早在凤凰卫视的内部就腾有传闻 傅小田将成为当家主持吴小丽的接班人 就是因为这个栏目频繁对话世界各国政要 在成为风云对话主持人之后 在15年当中 傅小田对话过的各国政要有700多位 包括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奥地利前总统菲什尔等等等等 那么傅小田被刻意栽培 究竟是要他干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两件事 您就听明白了 根据凤凰卫视的报道 2016年的6月 英国剑桥大学以傅小田的名字 命名了校园内的一个花园 以在世人的名字命名建筑物 特别是以华人女性的名字命名校内的花园 这在剑桥大学剑校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剑桥大学以人物命名的纪念墓 我们知道并不少 但都是像纽顿等等这样的顶级科学家 如果所有的诺贝尔将级别人物都在剑桥 拥有纪念物的话那恐怕剑桥大学就得变成了博物馆了 而且根据历史 剑桥大学从来不被活着的人建纪念物 那么傅小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剑桥大学会把一个花园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呢 是因为他的工作出色吗 剑桥大学的校友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 比他出色的人不计其数 而且傅小田仅仅就是读了一年的硕士 镀金的硕士 他的工作再出色 能到哪去呢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出的成绩 算是什么样的成绩呢 新闻报道中说呢 是傅小田向剑桥大学捐钱了 才把那个花园以傅小田的名字命名 凤凰卫视在报道中表示 用傅小田的名字命名花园 以表示对他慷慨捐助教育事业的认可 新闻中并没有说傅小田捐了多少钱 但是有剑桥大学的校友表示 至少是百万英镑的捐赠 这位剑桥大学校友在文中写道 没有这规模 在我们华大留名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东门校区的冠名建筑 每栋都是几千万美元 大家知道1983年出生的傅小田 到2016年才只有33岁 从2009年进入凤凰卫视到2016年 他才只有7年左右的工作时间 我们知道凤凰卫视的薪水的确比较高 也知道傅小田可能啊 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 比一般人挣得更多一些 但就算他赚得再多 也不太可能几年时间就可以动辄 上百万英镑的对往捐赠 别说一百万英镑 就是一百万人民币 一百万港币 短短7年也不可能赚这么多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捐赠的那些钱是哪来的呢 其实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出钱以他的名字向剑桥捐赠 为的就是让傅小田更加出名 在国际社会更加有影响力 以接触到更高更大的各国政要人物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故事或许就可以解开这个疑问 2016年的12月5号 新西兰爆出一个大新闻 时任总理的约翰基突然宣布辞职了 理由是回归家庭 约翰基一向给人是好男人的形象 他对媒体表示辞职是最艰难的决定 没有任何先兆 1961年出生的犹太裔富豪辞任总理 震惊了当时整个新西兰国家 也让国际社会是不明就里 没有人说明原因 一切都显得诡异非常 直到有人偶然翻看了 约翰基早前接受傅小田接受采访的视频 才明白背后可能的原因 那次采访就是在约翰基宣布辞职的半年前 2016年5月 约翰基接受了傅小田的专访 视频中看 约翰基和傅小田的配合是相当默契 两个人的眼神也是顾盼流离 绝非正常采访者与受访者应该有的表现 但是这次采访的视频已经被删除了 包括凤凰卫视和在油管上传的视频 全部都是荡然无存 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就是两篇残存的新闻稿 这种诡异的现象 人们自然就会产生猜测和联想 大家如果想看 可以搜索一下傅小田采访秦刚的视频 傅小田和秦刚两个人的表现 用网友的话说那是风情万种 狼情窃异啊 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与傅小田采访约翰基 表现差不多大同小异 北京之春的文章指出 约翰基突然辞职 是因为与凤凰女记者有染 原因很简单 他怕得罪中共 如果被查出与中共女间谍有染 他的阁源助手也是中共资深间谍 那新西兰不就完全掌握在中共的手里了吗 约翰基所说的阁源助手 指的是一个叫杨健的华人议员 约翰基曾六次访问中国 这个杨健都是作为副手跟随出访 而这个杨健是一个有很大问题的人 他与中共的军方有深度关联 具有明显的间谍背景 但是他却做到了新西兰的国会议员身居要职 文章特别表示 1983年出生的傅小田 年纪很轻 确认凤凰驻英国记者站站长 专门采访政要 各个国家的独裁者都是他的受访对象 他说他的心很大 他的心有多大 他一国接一国的功 推特上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个傅小田是陈文青的王牌特务 陈文青是现任的中共国安部长 这个说法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从傅小田的这些情况来看 这个人的确非常不简单 约翰基为什么辞职 如果他不辞职 他就会被傅小田捏在手里面 也就是被中共控制在手心 新西兰也就会成为中共的一亩三分地 那这个瓜还在成长当中 大家就接着往下看吧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并且订阅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有意愿向我们捐赠的话 视频下方有捐助链接 另外大家还可以订阅新闻看点的会员节目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因为明天我有一些活动需要参加 所以明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停更一次 我们下周一带会 观众朋友祝您周末愉快